副总统陈建仁 联合报系记者陈百亨摄影 分享 副总统陈建仁今天表示 政府透过河东协、南亚及纽欧等18国的协商与对话 创造互利共赢的新合作模式 希望及此建立经济共同体意识 使台湾成为新南向国家的好伙伴 陈副总统今天下午接见107年 全世界留台校友会联谊总会 新南向国家邀访团 副总统致辞表示 60余年来 台湾已经培育超过12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乔生 回到乔居的后都是支持台湾的支台派 副总统说 目前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 各国都面临很重大的挑战 蔡总统上任两年多来 积极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并启动前瞻基础建设 推动5加2产业创新计划 希望让台湾更具有全球竞争力 副总统指出 现在是投资台湾最好的时机 经济部积极协助回台投资的台商 最重要的 希望回来的产业能进入到工业4.0 也就是智慧机械 以减少能源的使用 增加竞争的附加价值 副总统说明 政府对于来台就业的年轻人或创业家 给予比较好的居留签证 及避免双重课税的优待 相信未来也会有更多杰出的创业家 到台湾 共同参与台湾未来经济的发展 也期盼在全球各个角落的留台校友 用他们最熟悉的市场通路 加上独一无二的人脉网络 共同为台湾的经济繁荣创造新局 副总统强调 政府正积极推动新南向政策 透过核东协 南亚及纽欧等18个国家的协商与对话 促进台湾与新南向国家间各个领域的联系 共享资源 人才与市场 创造互利共赢的新合作模式 副总统感谢刘台校友参与协助推动 并希望经由这种新合作模式 建立经济共同体意识 使台湾成为新南向国家的好伙伴 相信只要整合政府及民间力量 营造友善交流环境 深化和新南向国家的连结 台湾必能对亚太区域做出具体的贡献 副总统说 目前全球共有118个留台校友组织 其中东协国家就占了104个 都是台湾最重要的伙伴 除积极鼓励更多华裔子弟来台升学外 也希望他们能在新南向政策中扮演极重要的角色 让台湾与新南向国家的关系更加密切 编辑 离信宽